农孙小伙儿沉溺打拼 看如何才能出帘头地 这次的事是我被处理好 富家金金以身相询 他能否过得了岳父的关 他跟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呢 我就是要找一个跟我不一样的人 当金钱与欲望袭来 他能否守卫道德与婚姻 我这么做 只是为了赎罪 进行收看古法栏目剧《原型》 优优独播剧《原型》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王小磊 今天我们讲一个新的故事 这故事是一个农村进城打工的小伙子 他的一段奇遇 有了这个奇遇之后 他的生活起起落落 我们这小伙子名字叫李武 武术的武 大学毕业以后 留在这个城市里打拼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赶出一番事业 可是呢 现在大家也知道 这个就业的环境啊 工作的压力啊 虽然小伙子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但是呢 仅仅是在一个小的广告公司里边 做了一个业务员 业务员啊 各位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 这个很辛苦啊 风里来雨里去 你得拉来单子才能有提成啊 如果没有单子怎么办呢 就一千多块钱的底薪 这一千多块钱在大城里生活 那真是杯水车薪 再加上李武家里的特殊情况 所以啊 小伙子这日子过得很艰难 事业上 生活上都看不到任何的起色 感情上边 也是坎坷不断啊 伊丽 来啊 来 我给你点了你最喜欢的卡尔基诺 快来 你怎么办这是 怎么了 你还好意思问是吧 早上又跟我装糊涂 我可告诉你了 你以为你买个假iPhone 我就不认识是吧 你又是土老貌吧 你知道我今天多难堪吗 我在同事面前可丢尽了脸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敢骗你 可是你也知道 我确实是没钱了 再说了 他再怎么山寨 那也是手机嘛 是不是 你看看我这个 你看我这个诺基亚 你看看 都这样了 我觉得都 都挺好的 只要能通话就行了呗 是不是 不过我答应你啊 只要是以后挣了钱 我一定给你买一个 真儿把警察 以后 没有以后了 我告诉你 我没那么多时间 陪你在这浪费 实话告诉你吧 就凭你 给你十年 你在城里 也买不起一道房子 我的青春 可浪费不起 莉莉 莉莉 莉莉只是 李武谈过的几个女朋友之一 不过 每个女友在发现她 家境贫寒以后 都毫不留情地讥讽她 然后扬长而去 接二连三的情感打击 让李武意识到 自己的卑微和城市的繁华 是那么格格不入 她相信 只有赚到足够的钱 才能得到她喜欢的女生 她发誓 想尽一切办法 在城里 混出个样子来 要做不良 爱着简直她将我围绕 永远难过你究竟是她的好 你也要是我 不你可了 爱我人不得了 哎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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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爱情 我一个人不得了 虽然情爱就是要 让我 不好意思啊 来吧 好 不好意思啊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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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尽会无悔 太好 好好好 坐坐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朋友李武 这俩是我美女群主陈胡 你好 来 大家跟着来 跟着来这儿 来来来 你歌唱得不错 谢谢 你会不会唱那个 《香酥宗宇宙》 咱俩合唱一首 抱怨 那歌我不会 会唱 什么那首歌 大部分会的 吃我点了 我的歌 干什么 你装什么了 你装什么了 你知道她是谁吗 她们就是我的美女群主 今天他们所有的消费 就是人家几个 你还不知道 她爸爸是做连锁酒店的 价里才几千万呢 这真是有点不实在下 太没礼貌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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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美女啊 我朋友啊 她今天跟我失恋 这个心情不好 我带着她啊 你来认识 你来吧 千万万千万 来 没事 好 好 来 喝 来 喝 啊 送你 нач是 鲁藤 鲁藤 太叹快了 没想到 那个死兔子 看上去那么凶 结果刚才 还被摔得个狗啃屎 太爽了 我真没看出来 你个女孩子胆子还挺大 怎么就一点不害怕呢 我就是这样 有什么不高兴的 我就说出来 没事吧 我没事 行吧 就这样吧 咱俩就此别过 有云再见 走了 你怎么了 没事吧 脚崴了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你感觉怎么样 还想走吧 走吧 去月吧 我回家擦点药就行了 回家 你们家住哪儿啊 就在前面啊 不远 到了到了就在这儿 这儿啊 慢点儿慢点儿慢点儿 你手怎么受伤了 我也不知道 我刚才不小心擦不点皮 没什么事 你怎么不早说呢 你还不背我呢 没事儿 就有点小伤 李武 你真是个好人 今天要不是有你 我可能 你家都不能回了 没事儿 你别客气 哦对 话说回来啊 你这个脾气太火爆了 你要是不改的话 以后还得吃亏 我走了 李武 李武 你为我流了血 你会记得一辈子的 先走了啊 来 陈红家境富裕 从小到大 父母都把她视作掌上明珠 逐渐养成她豪爽不羁的个性 亲友们 纷纷为她介绍男朋友 可是她却没有一味看得上 没有人知道这位公主的心里 究竟住着怎样一位白马王子 我说你这是什么回事儿啊 这是优秀的一笔大业务 你再这样继续下去 恐怕只有卷炮盖走人了 对不起亲民 这次的事是我没处理好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机会 这机会是要给有准备的人 是 我知道了 我今后一定努力 正经完疫情告状 对不起啊 经理我接电话 一个客户 喂 正妖姐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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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的手好点了吗 你的手好点了吗 你是不是知道 我昨天晚上 失眠了 为什么呀 我昨天晚上 一直在想我们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 真的很神奇 你知不知道 是 是挺有意思的 李武 我喜欢你 你愿不愿意做男朋友啊 正当李武在工作上一团乱麻的时候 他做梦都没敢想 这漂亮的富家女陈红 竟然主动的 对他这么个穷小子 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产生了感情 对于李武来讲 他觉得啊 用现在流行的词啊 这陈红就不是他的菜 人家这富家女啊 才大气作 来来来我买单 对于这种女孩呢 他天然的有一种 抗拒 但是 有那么句话 现实 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在这个艰难当中打拼多年 这个李武一架子 立刻就意识到 如果要是跟陈红在一起 这恐怕是改变他人生命运最好的一个机会 也许是上帝给他这一生唯一的机会 所以他立刻就转变了态度 那陈红呢 陈红是个富家女 陈红的生活当中物质太丰富了 情感好像有些苍白 所以他觉得像李武这样一个白丁 没有什么背景的人 觉得跟这种人在一起 好像有一种刺激 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 李武就开始使出浑身的泄疏 讨得陈红的欢心 两个人开始正式的交往 但是这样的一段感情 能否得到陈红父母的认可呢 他在哪儿工作 家在哪儿呢 他在一家广告公司当业务员 他虽然家在农村 但是他脑子特别聪明 以后一定会有出息的 肯定是一支潜力鼓 农村的 业务员 小红 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找来找去 咱们找个拉广告的 姑娘 是 你是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 咱们家选择女婿的 老爸不在乎他有没有钱 也不在乎他的学历 是吧 但是他从小生长在那样的环境里 跟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呢 爸 我就是要找一个跟我不一样的人 姑娘 门不当户不对 几乎你们就是在一起了 那也会闹别扭的 等过了开始的新鲜劲 到了柴米油烟过热子的时候 那个时候啊 你们的分歧就会暴露 到那个时候 你会后悔的 行了行了 爸妈你们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后悔的 我就认定李武了 我妈 喂 小红 你在哪儿啊 爸妈很担心你 跟朋友在一起呢 你快回来吧 要我回去也行 除非你们答应我跟李武在一起交往 谢谢 只要你回来 我们什么都答应你 那好啊 谢谢爸妈了 爸妈 这就是我男朋友李武 叔叔 我听说您特别喜欢喝酒 这次我特意去一趟乡下 到农村里边去给您弄了一点原浆酒 这是纯粮食的 您抽空尝尝看喜不喜欢喝 我还给阿姨买了一点蜂蜜 谢谢 虽然这不是什么稀罕我 也不贵重 但是是我的一点心意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行 小伙子挺精神的 不过 我倒是不在乎你长得帅还是不帅 也不在乎你给我买什么礼物 我更在乎的是 你对我们家姑娘 会不会一辈子好 陈红可是我们家的千金 从小啊我们就怂着她 任性惯了 你忍受得了她的坏脾气 别人都说我的脾气比较慢 我觉得我们俩在一块正好互补吧 那就好 今天我就亲自下厨 给你和小红做几道菜 阿姨 那个做菜我也会几个 要不我帮你吧 李武第一次到陈红家 这个表现那简直太优秀了 嘴上甜啊 叔叔阿姨干起活来忙前忙后 把这个陈红一家人 那伺候的是舒舒服服的 为什么这么做您也看得明白 为什么这么做 为的是陈红家的背景 如果真的成了这陈红家的 陈红快婿摇身一变 转眼傅家翁 自己的命运就改变了 陈红的父母 对于李武家的家境背景 当然这个是不满意的 但是呢人家也想 孩子的这个感情的事情 谈恋爱嘛就由着你去谈 但如果说到进门 就当了我们家的女婿 这事得好好考虑 尤其是陈红的父亲 做生意这么多年非常的精灵 他觉得说既然女儿喜欢 那我就得给你个机会 考验你一下 所以他就让这个李武 把自己的工作辞了 到他自己经营的这个连锁酒店去上班 哎呀这个李武很高兴啊 满心欢喜 我到那我还不得当个什么领导 大展宏图 他高高兴兴辞了职 兴冲冲的来到这地上班 结果一去 这陈红的父亲给他安排的工作 让他是大憋眼睛 困家 就待一个深厉害了 谢谢 李武 怎么歇了 唉呦shop 妹弟 来了 做完了吗 我这刚才做了半天了 我形式差不多了 要不您帮我看看 这个怎么没擦 这擦了 拿下这个擦了 我告诉你 开关电话遥控器 这些都是客人经常触摸的 一定要拿酒精消毒 好 好 好 我知道 我一会儿去擦 你为什么也给你擦 李先生 你这样动作效率太慢了 我们酒店做清洁 是有时间限制的 要不然 为你讲二次消瘦的 我这可能刚来 这都不太熟悉 马桶擦了吗 我这 没来得及 马桶擦干净 而且还消毒 好 知道吧 行 那你先忙忙 好 你慢走 慢走 慢走啊 爸 李武好歹也是我男朋友 你 让他到下面去打砸 这算什么事啊 姑娘 你以为人人都能当领导啊 就算是现在给这个总经理干 他干得了吗 你啊 你告诉他 让他好好地干 这以后的事啊 老婆自有安排 啊 我知道 你一直对他不满意 没错 他在这一行的确是个新手 但他外貌 谈吐都不错呀 再说了 你用他去客房洗马桶 你让我这连往哪搁呀 好了 姑娘 别跟你老爸吼气了 哎 这样吧 那个 花园酒店的店长要辞职 要不 你让李武先过去试一试 怎么样 店长 好啊 这才是我的老爸嘛 哎 店长 这怎么可以 没事 我就是来学习的嘛 店长 你可真好 你是董事长的女婿 可你怎么一点架子都没有啊 你可千万别提这个 我就是个新来的 以后你要是对酒店有什么意见 你都可以告诉 好不好 咱们可不可以把酒店的推翻 对方时间延后啊 延后 为什么呀 不是 两千块钱 我的公司 对啊 可是我的职务是店长啊 公司应该不是这些吧 是 你是店长 但你还只是实习店长 再说 这是陈总亲自吩咐的 只能给你这么多 如果有什么疑问 麻烦你去这儿陈总吧 请进 董事长 您找我呀 听说 你对你的工资待遇很有看法 没有啊 没有啊 公司能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学习机会 我已经很感谢了 至于工资待遇方面 我没有任何意见 好 很好 我跟你说啊 只要你好好的学习 熟悉酒店的业务 我们这些人是已经老了 将来这个世界啊 还得靠你们年轻人 只要你们干出了业绩 那些个收入待遇这些啊 那就自然就好了 董事长 您的意思我明白 所以这一个多月以来 我一直都努力学习 对咱们酒店经营管理这一块 也逐渐的摸到了一点门道 哦 说说看 我对咱们花园酒店的各个环节 进行了摸牌和调查 也听取了一些基层员工的意见 这是我写的一个策划书 还请董事长您看一下 给我提点意见 这个延迟两小时退房 会不会影响我们酒店的生意啊 这个不会的 因为我已经调查过了 如果咱们酒店实行延迟退房的话 客人可以在我们这儿 享受我们提供的午休时间以后再离开 在工作初期 还有些眼高手地的礼物 李武逐渐明白了陈宏父亲想考察自己的用意 为了出人头地这个终极目的 他决定忍得意识知情 坚持苦干到底 终于凭借聪明的头脑 将花园酒店打理得津津有条 李武逐渐赢得了陈宏的父亲的信任 终于他和陈宏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人生的命运陡然改变 让李武心中一阵狂喜 妈 你还来接我呢 阿姨喝茶 什么阿姨 你还叫阿姨 哦 妈喝茶 不好意思啊妈 能烫着你吧 没事没事 说你怎么回事 你笨手笨脚了 怪她 是我没接好 小五啊 小红在家里 可是千金小姐 从没受过委屈 就不要怪她了 她能跟我进茶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干嘛 王婶 这些年我们家 多亏了你们阶级 跟我们度过最困难的时候 俗话说得好 滴水之人当永泉相报 这是一万块钱 你们一人五千 钱不多 是个业子 来 哎呦哎呦 这怎么好意思呢 哎呀太多了 太多了 谢谢了 大师回来了 咱家大师啊 越来越出息了 你看 越来越像城里人了 表叔 哦 表叔好 好好好 我给你倒茶 甭客气 没事 喝茶 表叔 哎呀 好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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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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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两万块钱 您拿的 哦 我记得上大学那会儿 我妈到你们家去借我一万块钱 这儿是两万 多出的是我校园 大师 你没记错吧 当年 我没借情景吗 啊 没借 你没借 不能吧 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上大学那会儿 我妈到你们家去 求爷爷告奶 都下跪了 这钱您能不借吗 啊 要说 大师 当时我们家呀 也不富裕 确实就走不过来 所以没借给你妈 现在想起这件事吧 我挺惭愧的 啊 真没借 哎呦 这就不能怪我 老叔 你看看 我钱都拿出来了 送不出去 是不是 终于成了 富家女婿 哎呀 这个李武觉得自己 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我了 当年 他跟自己的母亲是一无所有 两个人那生活当中充满了冷漠 充满了别人对他们的这个避怡 现在他终于是扬眉吐气了 他都要干什么呢 当年 张妈曾王室 给他们 借了两百块钱 李武说 我是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 给你们每人五千块 啊 其实他真是想给这么多钱 他是显示自己 我 我跟过去不一样了 我有钱了 那么对于过去那些 曾经让他觉得对不起他的人 他要报复 怎么报复呢 他是要侮辱你 要从这个心理上 给你一种打击 那你看他拿了两万块钱 硬要塞给自己的表叔 表叔当年啊 可一分钱也没帮过他 那李武当然不会把这事忘了 他故意拿出这个钱来 哎你当时怎么对我的 你看我现在怎么对你 这表叔不敢要这个钱啊 周围的邻居亲戚 也都知道当年他们之间这档子事 所以这表叔给他推脱 李武这个时候 心里得到一种异样的满足感 他觉得自己终于啊 让这个表叔在亲人面前丢了脸了 他觉得很满足 但是这个东西它可不是真的 那个不是幸福啊 李武在自己的人生当中 有点起起落落的失控啊 那么他的生活也就要出麻烦了 李总 这次酒店这个大单子 多亏你 要不是你的话 我还真拿不下 王总 我跟你讲 那都不是事儿 咱们以后日子还长 慢慢出 我还说那句话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我就喜欢听这种 以后啊 还不少麻烦你 李总 这点小意思 你收着 关家 你们王总 就喜欢在这身 瞧你说 今天王既然来了 我来安排 有钱人哪 有钱人哪 要有有钱人的活法 出来玩啊 找像乐子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好了啊 好 李总 赶紧能过来吗 快点快点 房总 不要买了 这么漂亮的 小伙子 你可怀了 你 上次来都没气 上次是不是没在这 我们家小丽 哎呦 小丽 又不太了 你看 这周围 小丽啊 我告诉你 我没那么多时间 陪你在这浪费 我的青春 可浪费不起 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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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妹妹 我叫什么 老板 你老 你看着我干嘛呀 好 来 爸爸 你干 哎呦 你很像我 老板 给你一杯啊 真的呀 哎呦 这就是缘分 这杯啊 我必须得喝 玩 石头剪着 破 我看不出 老板 你俩玩 15 玩 玩 15 玩 15 12 15 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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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查点写 老板 查点写 老板 我给你买什么油了 什么油 买一瓶 涂一涂看 你看你说的 我就不能对此老婆好点 与我 嗯 你是不是知道当初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你为人耿直又很仗义 最主要的是你对感情专一 不过 要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那我就完了 你干嘛呀 我干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你说我好心好意 最精心的给你买一个礼物 怎么这么说话 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 零武嫖娼的行为触犯了法律 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的规定 卖淫嫖娼呢 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 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那么对这个歌厅的负责人来讲 提供卖淫服务更是触犯了刑法 刑法358条规定 组织他人卖淫或者强迫他人卖淫的 出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359条规定 引诱容流介绍他人卖淫的 出5年以下有期徒刑 军营或者管制并不拔金 我们说回到故事里 李武在这几个所谓的生意伙伴的 这种带领之下 在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里 开始迷失自己 通过这种金钱和肉体的交换 李武觉得自己好像得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快感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觉得他之前因为自己穷 因为自己没本事 那前几任女朋友抛弃他的时候 那种痛苦 他觉得通过这种方式 那个自尊终于找回来了 于是他开始不断的放纵自己 放任自己 也正因为如此 老婆的一次意外的身体检查 让李武的生活彻底发生了改变 性病 不可能吧 我怎么会得性病呢 性病的传染途径比较多 通常那是凶好办传染的 问题是出在你老公身上 李武 你怎么来了 你干什么你疯了 我到底在外面做了些什么 我干什么了我 我干什么了我 怎么 没话说了 我对你太失望了 你当初不顾佳人的反对 我铁了心的跟你在一起 就是因为我认为你是一个诚实 对感情专一的人 可我万万没想到 我 这都是装出来的 你既然背着我做这种事情 你把这种病传染给我 你太过分了 老婆 对不起 我 我是被他们怂恿的 我 我就是一时糊涂老婆 你原谅我好不好 原谅我 我觉得 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我更傻的女人 我真真的以为 我并不在乎你的家世背景 我不在乎你有没有钱 我只在乎你能不能一心一意的对我好 可现在呢 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我们两个人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老婆你别这么说 老婆你知道我 我真的爱你 我就是一时糊涂的原谅 说不走爱 我跟你说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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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天晚上一直跪在这儿 我这么做 只是为了赎罪 老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事到如今 我只想求你在最后给我一次机会 你认为 做出这种事情还能得到原谅 男人 男人 要敢做敢当 你这样在我面前装可怜 这会让我更讨厌你 老婆 干什么 我 要是没有你 我也不想活了 你一个大男人玩自杀 你是不是男人呢你 我记得你以前说过 我为你流的血你一辈子都记得 那些话你都忘了吧 你手怎么受伤了 比我 你为我流了血 我会记得一辈子的 当初你流血是为了保护我 可现在你这样做是自作自受 你还记得我以前说过的话吗 我看上你 那是因为你耿直的感情专一 不过 要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那我就不害怕 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 你是想我死在你面前 你就睡着安逸足了吧 如果你一心想死 谁也没有办法来你 我会记得你 小红 爸 妈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事情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都是因为我不知道珍惜 这些日子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做人 还是得脚踏实地 小红 希望你能够早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我走了 在故事的最后 身体更伤了他的心 所以你看他前面跪地求饶 寻死觅活 陈宏一家人的态度非常坚决 是不能够被改变的 婚姻法第四条当中还有一个规定 我们不妨一起来学习一下 这个法条的规定说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的关系 李武的所作所为显然违背了这个基本原则 他呢是属于有错在先 所以老婆跟他协议离婚也是情理之中 李武现在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从自己所有的这一段人生经历当中 所谓的失败当中吸取教训 希望他可以真的认真的去面对自己今后的生活 如果还像过去那样 让那种欲望占据了自己的理智 恐怕最终依然是为害人害己 只有真诚对待婚姻 善待自己的家人 才能够收获真正的幸福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王乔脸 明天见 明天见